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大家有看我拍的香港的街景片 亦都留意到香港近幾年 街鋪的吉鋪的情況是真的多了 人流亦都沒有以前那麼暢黃 可能因為通關之後 很多人就報復式外遊 很多人也走了去 日本、韓國、台灣 再遠一點就去歐洲玩 近一點就去深圳,因為深圳消費便宜 服務好 也有很多兩元客人 乘兩程車,總共四元就可以到深圳 任玩任吃 價錢也不貴 搞到香港現在很多的 所謂的舖王 因為什麼叫舖王呢 很多是以前租給 國際大品牌的一些舖 這些舖 舖王呢 閒閒地都 超過八萬的月租 最近有個舖王 在銅鑼灣利原山道 曾經是 浪琴錶租了 來做一個旗艦店的 租金 是230萬的 每個月230萬的 你可以計算一下 賣多少隻標 才可以為到匹有租金 當然他的標也不是便宜 他們用這個價錢來租 他們都 已經計算過了 230萬租 他們都覺得是租得起的 應該可以為到匹有特 但是這間浪琴錶這個舖 最近已經逆手了 因為他可能見到 市道一般的 就離了一場 那業主 就 劈到128000元 都未租出去 即是 給原租金 230萬 就報錯了94% 亦都在網上很多人討論的 鄧成波家族 這是一個香港的舖王 他們的家族 持有很多商舖 物業 樓大廈 最近 他們那幾個兒子 也是割後式的沽舖 但是過去一個月 一共有4項物業 已經損失了 2億元 最近有尖沙咀的 旺區物業 半價想租出去 仍都罰人民樽 有分析指 香港的經濟已經脫離商業主導 出現財富 資產貶值 和零售消費降級的惡性循環 即是變成一個新一輪的危機 說回剛才浪琴彪的店舖 原本的建築面積約1430平方尺 上一手租客 即是浪琴彪 今年2月簽出之後 業主 降到20萬 想放租都租不了 最終以128000元 租給手機配件店 那間店舖曾經非常風光 除了大陸的自由行 帶動零細月興旺 股市暢旺 四大核心商業區 旺角 銅鑼灣 中環 和尖沙咀 那間店舖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在2008年 獲得卓越化妝品店曾經以58萬元租金 最近高峰期是2012年由瑞士浪琴標以230萬搶租 成為當時最貴的舖王之一 但是這間店舖 最終以128000元租出去 相較高峰期插水94% 根據彭博智庫的分析 連帶商業地產的損失 香港樓價至2019年以來 至少蒸發了278億美元 你看我的店舖也看到 很多原本屬於旺區的地方 看到之前很多奢紙品的店舖 就丟空了 就鑑便鑑戰 租給玩具店 夾公仔店 手機用品店 或者臨時的散貨場 反映到現在的租金 都成為相當大的壓力 前有線財經台的台長顏寶江 說到 資產大減和消費降級 互相影響之下 香港整體的資產市場出現崩盤的跡象 顏寶江說 港人不少資產 累積在物業之上 股市的財富效應 也遠不及樓市 故此樓市的 財富蒸發很明顯 4月份的零售額跌穿了300億元的水平 較疫情前 更加差 事實上 該數據指出 街鋪 空置率雖然有改善 已經比最差的時候 跌至6.6% 核心區的街鋪租金 升了2.7% 仍然較2013年的高峰期 下跌了七成 不少 靠炒樓炒舖起家的財團 家族身陷財困 資產大縮水 不惜以割 後適宜沽舖撲水 最近最熱門的議題就是香港捕王鄧成波家族的零售王國 他們的家產很多都賤賣 根據資料顯示 單計該家族 過去一個月4個 已沽售的項目 總共就市了成2億元 最近更有多棟 商下以半價 五成都沒有人問津 包括位尖沙咀內一線地段的加拿分道兩棟舊樓 同時加上高息環境下香港四大地產商 最近的市值一夜都蒸發了數百億 淨付債比率 呈現上升趨勢 當中以新世界的淨付債比率 高至49.9% 行龍則排第2 差不多有成30% 他們寧願劈價 也要錢不要貨 行龍集團 行龍地產 榮譽董事長 陳啟宗最近也 在財經論壇那裏指出 整個市場 人人都處身於地獄 英文叫做 Everybody is in hell 說回剛才那段報導 其實 都是有點心傷的 平時我拍的片 給大家看到 市道越來越差 我記得我第一次拍片 就是在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在超市搶物資 搶食 搶食 那時候 都沒有那麼差 雖然是封關 但是至少 香港人 至少大家都是留港消費 雖然就沒有了遊客 但是零售市道 都不會說 比今時今日那麼差 那 可能因為 內部原因 內部就是 香港人 困了幾年 報復式消費 現在 也都是 美元 太過強勁了 香港 港元和美元 掛勾 搞到外 國人 就覺得來香港玩 就不太划算了 所以 搞到現在 香港的零售市道 真是 相當之惡劣 可以這麼說 好了 大家看完這個報導 你覺得會有什麼評論呢 大家留言說一下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